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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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門釋放實際 那這個東西呢我覺得還蠻酷的 我不知道它的到底是 到底是差多少 因為你可以調整 實際 實際 所以我們的快門釋放 實際有 標準跟縮短 這兩個到底差在哪裡呢 到底速度差多少 然後它到底實際 差多少因為 大部分的高級相機 我們都在追求說 我們到底按下快門 到我們真的拍攝 到底是差多少延遲 就你如果比較入門款的 可能你按下快門 到拍下照片 可能有延後一點點 就你沒有辦法說 按下快門 那我們這個快門 我們這個快門釋放 實際有標準跟縮短 但是它也沒有說 到底是縮短成怎麼樣子 它也沒有一個明確的數值 但是它就是告訴你 有沒有標準跟縮短 那我們高級相機 大部分就是在追求說 你到底按下快門到我們真的 快門動作拍照片 到底是差多少 如果入門相機 你就會明顯的知道 按下快門可能它過了 就是那麼一點點延遲 然後它才拍下照片 像是手機就特別明顯 這個東西 高級相機就是真的是非常追求說 我們到底按下快門 理論上就是要 越快的拍下照片越好 才能捕捉那個瞬間 那這個縮短到底是 多麼縮短 它到底是多麼穩定的縮短 我是不知道 那你就是真的是 用了才知道 但是有這個功能 就也還不錯啦 可以讓你自己選擇 那下面有一個音訊壓縮 我猜應該是 下面有一個音訊壓縮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哪一個音訊壓縮 是拍影片的音訊壓縮呢 還是它裡面有一個備忘錄功能 就是它下面有一個小麥克風 你可以錄音的那個聲音壓縮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有聲音壓縮可以讓你選擇 好就這樣 OK搞定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拍影片的選單啦 正常的話 正常的話你可以拍攝4K DCI 然後有4K 正常的話你有三個選項可以讓你選 你可以選4K DCI 或者是4K 或者是4HD 然後你的格率可以從 60 29 有24 然後23.98 這樣子 然後下面我們還可以來挑選 我們有我們的ALL I 就是IPB IPB 更小的IPB 然後下面還有三個我們的 然後下面還有三個 下面還有三個關鍵針的處理方式 這樣可以算是關鍵針的處理方式嗎 應該可以算是這樣說啦 所以我們有ALL I 然後有IPB跟IPB 更小的IPB 這三個可以讓你選 但是我們 裝這張記憶卡的時候 像是ALL I 就沒有辦法選擇 你一定要有更好的記憶卡 才可以拍攝 但是我們現在 但是我們現在相機 但是我們現在相機裡面 裝的是這一張小小的SD卡 所以我們4K 60幀的ALL I 是沒有辦法拍攝 你一定要放更厲害的記憶卡 那個CF Express卡 你才可以做拍攝 然後如果 如果你想要拍攝高格率 像是120格之類的 那你就把下面那個高格率把它打開 就在另外一個選單 我是不太喜歡這樣子啦 就我希望是在 同一個短片紀錄大小 就顯示所有你的格率 但是CANON這樣設計 我也 嗯 就這樣吧 然後短片紀錄格式裡面有MP4還有RAW檔 RAW檔 RAW檔 就是你需要超級厲害的記憶卡才可以 短片紀錄格式裡面有MP4跟RAW檔 RAW檔 OK RAW檔 但是就你需要買CF Express卡 就是超快記憶卡 超貴記憶卡 才可以使用 VA 剛好 就 目前為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快速来到第四页 我们有Canon Log Canon Log就是Canon Log 3 我们快速来到第四页 我们有Canon Log设定 那这里我们就可以开启Canon C Log 3 这台相机里面是C Log 3 但是看起来 好 来到我们选单地四页 有Canon Log设定 我们就可以开启Canon C Log 3 这台相机里面是C Log 3 来到第七页 我们的影像稳定模式全部都是数位的影像稳定 我还是建议大家把这个东西关掉 回到我们的剪辑软件再来处理 来到第七页 我们有我们IS影像稳定器模式 我建议大家还是把它关掉 就真心建议 就是如果真的很晃 你就是把快门尽量的拉高 我们回到剪辑软件再来处理 不要在相机里面就把你自己局限 如果它影像稳定处理的不好 你没有办法取消的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把它关掉 如果你想要体验看看 也可以 也没有 我也没话说 那你也是 如果你想要体验看看 那你也是可以把它打开 如果你想要体验看看 那我也是没话说了 然后第七页 然后第七页下面有一个斑马 条纹设定 然后第七页下面有一个斑马 条纹设定 我应该是太粗心了 我直接略过它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蛮重要 因为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用斑马的 就是如果有高光过曝 我是可以很轻松的就知道 然后我也不用分心去看我的脂肪图 我可以专心购图 然后很清楚看到哪里过曝 但是我没有现场去把选单打开 所以还蛮可惜的 但是有这个功能 应该算是加分 然后第八页有一个自动关机温度 这个我觉得还蛮酷的 就是你可以设定标准跟高 你终于可以让它变得比较热 然后比较烫熟 然后但是你还是可以继续拍摄 这个就不会因为像是小的Canon小相机啊 你录个4K它只给你录个10分钟 就是很短很短的时间 然后根本相机还没有烫 它就给你锁住不让你录 但是我们这台相机里面有 可以选择你要让它变得比较高温 然后你可能还可以拍摄更久吧 之类的 就至少你可以选择啦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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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差不多我觉得 OK 那差不多我觉得特别 好 那差不多就这样子 我们选单 好 差不多就这样 那我们差不多就这样 我们全部选单我觉得比较特别的 或者是R3 好差不多就这样子 我们就快速的跟大家分享整个选单的部分 那就是R3 我觉得 好差不多就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R 好差不多就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R3 我觉得 然后差不多就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R3 选单里面比较特别的功能 或者是R3 专有的 然后差不多就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R3 比较特别的功能 跟大家做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影片的部分 就是范例照片吧 就是我去实拍 然后 OK 那差不多就这样 就是我们的R3 选单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功能 就挑出来跟大家单独做分享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影片片段 跟我们的照片 就是我直接放这些素材 然后就是让大家细心的看 那我会把它放大 然后做基本的调光 就这样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我们的范例照片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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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